据说蟑螂是唯一能在核爆中幸存的生物 因为它的细胞生命周期长并且结构简单 所以蟑螂比人类更能抵抗辐射 这也是它能在地球生活超过三亿年的根本原因 可这样的说法真的具有科学依据吗 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留言组专门从德国进口了一些蟑螂 而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专门由人工饲养 并且喜欢吃人睡觉时流下的口水 这次他们决定连同果蠅和粉甲虫进行核辐射实验 以此来对比三种昆虫在核辐射下的存活情况 为了防止小可爱们四处溜达 托瑞用亚克力板为它们打造了精致的房间 同时也方便360度享受核辐射的沐浴 但凯莉找遍了某宝和拼兮兮 都买不到真正的核弹 于是他们托关系来到了核研究基地 因为这里拥有高放射性元古六十 它能在一个小时之内释放5.5万雷德辐射 足以让人在10分钟之内开息 而人只要暴露在1000雷德的辐射下 肠胃会最先受到损伤 然后就能亲眼看着自己腐烂的脏气 从菊花里喷射出来 所以它不仅仅会导致人死亡 而且还会死得很有艺术性 眼前这个设备就是辐射释放装置 当机器启动之后 辐射源会上升至小孔并释放射线 本次实验他们将用不同强度的辐射 对昆虫进行照射 而首次测试的辐射量为1000雷德 下面托瑞将三种昆虫分别放在了照射位置 然后所有人躲在了隔离室 专家启动机器开始1000雷德的辐射实验 等照射结束并确认安全之后 托瑞取出了所有昆虫 可让人惊讶的是 三种虫子不但都没有死亡 而且还活蹦乱跳 但考虑到辐射破坏的是细胞 威力并不会立刻显现 于是他们决定将昆虫好好伺候并观察30天 接下来又进行了第二次实验 并且这次的辐射量增加至了1万雷德 由于辐射强度的影响 这次摄像机都出现了干扰 可当实验结束之后 他们依然发现所有昆虫都还活着 显然这样的强度还不能导致他们当场开戏 为了得到能让昆虫立即致死的辐射量 他们再次进行了第三轮实验 而这次的辐射强度增加到了10万雷德 这已经达到了人类致死剂量的100倍 那么蟑螂是否还能幸存下来呢 然而当照射完成之后 他们发现 这次蟑螂几乎已经死光 但其他两种昆虫的情况相对较好 可30天后谁又是最终的获胜者呢 实验的最后 他们分别对虫子的情况进行了统计 遭受10万雷德辐射的蟑螂最终无疑幸存 而1万和1千雷德下分别还有30%和50%存活 可见蟑螂确实比人更能抵抗辐射 但同时留言组也惊讶地发现 即使是在10万雷德的超强辐射下 依然还有10%的粉甲虫幸存下来 所以如果地球真的发生了核灾难 统治世界的就可能会是这些简单的虫子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大家千万不要模仿 据说在遇到深水炸弹时 踩水和潜在水下会当场开袭 而平躺在水面就能死里逃生 可这样的姿势真能躲避冲击波的伤害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留言组决定先进行模拟实验 以测试冲击波在不同水深下的衰减情况 于是亚当计划制作一个4.6米高的水箱 并且会在4个不同深度安装压力传感器 然后他们会在中间位置向上下方向释放冲击波 如果水的深度不会影响冲击波传播 那么与爆炸点相等距离的传感器数据就会相同 有了具体方案之后 吉米用透明塑料搭建起了水箱 并在里面灌入了590公斤水 由于房东禁止他们在室内使用炸弹 于是亚当将手枪进行了改装 他在枪口焊接了一段钢管 当用空包弹在水下开火时 冲击波就会沿着钢管向上下传播 随后吉米用磁吸的方式在水箱内安装了传感器 而由于水自身重量的原因 水位越深的传感器数值明显要越大 那如果叠加上爆炸的冲击波 水下必定会造成更大伤害 但踩水真的比平糖水面更加危险吗 接下来亚当小心将手枪伸进预定的位置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他拉动了连接扳机的绳索 但吉米在查看测试数据时却遇到了问题 由于水箱太小的缘故 冲击波在水中不断反弹 这就造成传感器检测到的信号非常嘈杂 为了避免这样的干扰 他们进行了多次测试 最终通过对比之后他们发现 距离爆炸点相同距离的两个传感器 上方的数值都要比下方的小 这就说冥水的深度确实会影响冲击波的强度 看来流言似乎是站得住脚的 但在现实中的开放水域 测试结果又会不会不一样吗 下面亚当和吉米偷偷来到邻居家的鱼塘边 并决定瞒着邻居用4.5公斤TNT进行深水爆炸实验 看在距离爆炸点不同距离下冲击波的大小情况 于是他们准备在浮杆上固定5个压力传感器 而为了确定传感器的入水深度 亚当亲自跳进了池塘 然后分别在不同姿势下测量胸腔到水面的距离 因为水下爆炸冲击波造成的伤害主要在胸腔 当亚当平躺在水面时 他的胸腔入水深度为15厘米 并且踩水时的深度达到了60厘米 除此之外的三个传感器分别在水面以及潜水位置 同时为了对比数据的可靠性 他们分别会在不同距离的三个位置引爆炸药 当4.5公斤TNT被打包好后 安全专家将炸药放入了4.6米深的水中 随后几米在防爆玻璃后按下了引爆按钮 伴随着大地的一阵颤抖 水面激起了巨大的浪花 紧接着他们又将爆炸距离调整至21米 第二次爆炸效果同样非常精彩 而最后一次他们在距离9米的位置引爆了炸药 虽然亚当躲在40米远的位置 但他却感受到地震般的抖动 之后他们通过对传感器数据进行分析时发现 如果在爆炸距离9米处踩水或者潜水的话 必定凶多吉少 而如果平躺在水面上 受伤的几率将大大降低 这是因为能量很难在不同物质之间传播 以至于向上的冲击波遇到空气时就会被反弹 并且会转化成张力波 从而中和掉很大一部分能量 所以如果大家不小心遇到了深水炸弹 一定要躺平在水面上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大家千万不要轻易尝试 据说火箭弹爆炸能将汽车掀翻 并且在很多电影中都有这样的镜头 小小的火箭弹真的能让数吨重的汽车腾空而起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 刘烟祖来到了爆炸试验场 并决定用借来的全新汽车进行实验 然后托瑞找粉丝要了几只火箭弹 而火箭弹是用来击穿装甲的锥形弹药 它能轻松击穿15厘米厚的钢板 那它又能否掀翻一辆汽车呢 在专家的帮助下 火箭弹被固定在发射支架上 然后所有人员躲进了地下掩体内 虽然火箭弹精准命中并发生了爆炸 但汽车似乎在原地纹丝未懂 也没有出现电影中壮观的火球 反而是内部的发动机被击穿了 那如果让汽车行驶起来 给它一个向前的动量 又会不会被爆炸掀翻呢 于是他们在第二辆汽车的底盘上安装了两个铁柱 并且将柱子嵌入有坡道的直线轨道中 实验时只要将切断拉住汽车的绳索 汽车就会在重力的作用下向下滑行 当快要到达轨道终点时 他们就会对着汽车发射火箭弹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波瑞从波顶释放了汽车 并且对着汽车发射了一枚火箭弹 虽然车头在爆炸中出现了轻微弹起 但车身依然没有被掀翻 甚至还一路向前冲出了轨道 显然火箭弹并不会出现电影中的效果 因为它的主要作用在于击穿装甲 而为了彻底将借来的汽车炸翻 于是他们决定还原爆炸现场 首先格兰把借来的汽车引擎卸下 然后将氮气炮安装在车头的位置 它能在实验时给汽车提供向上翻转的冲力 而托瑞则用塑料打造了一套仿真火箭弹 为了制造火光冲天的爆炸效果 凯莉在车头放置了汽油瓶 实验时当仿真火箭弹接触汽车 他们就会在启动气炮装置的同时引爆汽油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托瑞向汽车发射了仿真火箭弹 可当击中汽车时却只发生了爆燃 因为格兰设计的弹气炮出现了故障 导致白白烧毁了一辆汽车 之后他们改进了气炮装置 并安装在导演新买的SUV上 重新做好准备之后 他们再次发射了仿真火箭弹 虽然这次汽车没有完全翻转过来 但他们却制造了好莱坞式的爆炸特效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大家千万不要模仿 据说有个大聪明为了快速拆架 他将五个巨型钢球挂在空中 然后用牛顿柏的原理成功 拆掉了邻居家的房子 可放大版的牛顿柏真的可能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亚当和吉米决定制作五个超大钢球 但在全尺寸实验之前 他们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小型测试 因为牛顿柏的实质就是能量传递 当一侧球撞击其他球时 另一侧相应的球也会被弹出 于是他们计划不断增大钢球的体积 以此来测得能量传递的效率 首先他们从最小的模型开始测试 亚当在牛顿柏两侧相同距离上 放置了两个木块 然后从木块位置释放一号球 通过测得五号球被弹起的距离 就能得到他们的能量传播效率 而在第一轮测试中他们发现 五号球离木块仅有2%的距离 也就是说能量传递效率达到了98% 随后亚当用更大的钢球 重新制作了牛顿柏 并且他的单颗直径为6.3公分 等测量好距离之后 亚当再次释放了一号球 而这次五号球与木板的距离为1厘米 相当于有3%的能量损失 但相比之前的2%差距并不大 为了让数据更加直观 他们再次升级了实验 并且这次钢球的重量达到了15公斤 已经超过最小钢球的300多倍 可当几米释放了一号球的同时 五号球被弹到了相当高的距离 而通过高速相机的计算 这次的能量传递效率依然超过了94% 显然随着钢球的增大 能量传递的效率会不断变小 但下降幅度并不是很大 所以理论上制造出巨型牛顿板还是有可能的 可如何才能做出超级大的板球呢 经理认为往空心钢球中灌入水泥 就能轻松制作出大板球 于是亚当将5个空心钢球钻开 然后分别朝里面灌入等量的水泥 等它们完全凝固之后 亚当继续开始了测试 可这次钢球如同探索哥一样两三下就完事 这是因为里面的水泥吸收了大部分能量 从而导致5号球几乎没有被弹起 可究竟如何制作钢球才能减少能量损失呢 这时经理再次想到了搜主意 他们将浮标从中间切开 然后再拼接上8公分厚的硬化钢板 并且里面焊上钢筋支架进行固定 同时往空心部分填充满水泥 这样5个超级大摆球就做好了 可单颗重达一吨的钢球真能成功弹起来了 之后他们来到核潜艇维修中心 在起重机的帮助下 5个钢球分别被悬挂在钢架上 等他们调整好水平位置之后 亚当拉下了1号球的释放绳索 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 5号球几乎没有被弹起来 反而上方的钢架发生了移动 显然大部分能量转移到了钢架上 于是他们将钢架进行固定 同时也把1号球拉到最高位置 以此来获得更大能量 然而当钢球再次被释放时 尽管产生了超过1000千帕的撞击力 但依然没能让5号球摆动起来 考虑到单钢缆结构可能导致着力点发生偏移 最终他们改用V型双钢缆再次进行了测试 虽然这次能量传递效率大大增强 可钢球还是没两下就歇菜了 之后他们通过计算得到 巨型钢球的能量传递效率仅仅只有45% 相比桌面牛盾摆的90%多差距太大 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球体越来越大 各个部分的能量损失很难控制 尽管理论上有这个可能 但现实中却很难实现